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式單車不會像籃球足球那麼激烈 不需要太多臨場的變化 你只要多跌幾次,跌過痛過 最終你都會成功做到那個動作 很多人都會選擇放棄 其實他們是未盡全力 當你盡全力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可以走得更加遠 堅持是最重要的因素 以前我每年都會去德國訓練兩個月 朝八晚十,重複做同一套的動作 訓練的時候我會盡力做到120分 那我在比賽就可以做到100分 這個就是我成功的因素 我亦都希望以身作則 以一個正能量去影響其他人